跑跑 你被你的显示器骗了 常听人说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打不相同 我告诉你不用这么麻烦 你换台显示器看到的都不一样 你信吗 最近呢我家在搞装修 我在网上买了一款墙木 在网上看到它的时候呢是浅灰色 然而时机到货的却是水泥灰 经过了我缜密的研究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浅灰色变成水泥灰 并不是卖家乱屁图 也不是我眼睛不好使 而是每一台显示器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就不说我这个水泥灰的墙布是定制的 不能退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名视频后期 敢工剪辑调色赶了一页 然而第二天交稿 你看到的和你老板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片子先好好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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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再或者好不容易约拍到的小姐姐 想好好表现表现自己 倒进PS一顿操作猛奴虎 耗飞数小时调出一张满意的家人埋 丢到手机一看却变成了李康辉 小姐姐的脸都给气成了索尼绿了 那我不玩够不剪辑不拍妹子 我这台游戏这没影响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准备了两台24寸1080P的显示器 一台呢是不到400块的杂态显示器 一台呢是700多的品牌显示器 在这里我会随机拉路人来进行游戏的体验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本次一共找到了四名热心四名参与测试 阿兰 小董 小美 小虎 四名参与测试的朋友 分别用两台显示器进行颜色分辨小游戏 这款游戏越到后面图片颜色越相似 也就越考验显示器的颜色准确度 我们经过了两轮测试 最终成绩如图所知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综合四人成绩 700家的显示器闯关数均大于300家 那么故事到这里来就结束了吗 那就是买买贵的买贵的就完事了 然而并不是这么简单 哪怕是这一台700家的品牌显示器 它依旧存在着色差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来放几张图片对比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地方会说 哎呀我看不出来这几张图片对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然而并不是图片没有区别 而是通过我的显示器展现 再用相机拍下来 我再把它传到网络上 你在通过你的屏幕看到我现在展现的图片 在这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图片上的颜色偏差 那么在这里如果你使用的还是一台偏射比较严重的显示器 甚至会看到奇奇怪怪的颜色 在这里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举证 胡人的球衣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对于色彩还原度来讲 除了那些价格比较贵的专业显示器之外 大部分的家用或者电竞显示器 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偏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重视颜色准确度的人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钱上专业显示器 如果大家对于哪些参数会影响到颜色准确度很感兴趣的话呢 在这里不妨来个一键三连 我会专门展开一期给大家讲 诶等等那我的老显示器显示偏色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种可以改善显示器偏色的方法 一种办法就是用专业的校色价 给显示器的屏幕进行颜色校准 比如说虫蜘蛛 那么这样的设备买的话比较贵 但是它在魔宝上面是可以进行租赁的 但是你在把它校准完之后 切记一定要把它校准文件保存下来 以防以后电脑重装系统 第二种办法就是免费的Win10自带的显示器校准 但是这一种校准方法 可能校准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首先桌面右键点击显示设置 拉到最下面高级显示设置 在里面找到显示器适配属性 然后点击颜色管理 校准显示器按照上面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就OK了 关于显示器的这一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我希望看完的你不会碰到跟我一样的教训 嘿等一下点赞收藏加转发不要忘记来 我们下期再见